第一我们先看涵盖的范围 如果说以现在我们的理解来说 它的涵盖范围大概主要会是南海 跟南海以南延伸到澳洲这块地方 比如说中间经过了菲律宾 然后马来西亚 然后再来是印尼 一路上下来 中间这水域非常宽广 所以大概第一是涵盖南海 第二以他们现在的关切的问题来说 有可能延伸到西太平洋 那会不会延伸到东海我们不知道 那如果说这个AUKUS的联盟 它的范围会延伸到南海没有问题了 如果再延伸到东海 是延伸到西太平洋的话 那台湾一定在里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刚刚讲说 跟其他这些同盟的关系 大概最密切就是美日安保 也就是它跟美日安保之间 到底是怎么划分 因为其他来说相对 你说美非 为什么菲律宾不进来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因为美国觉得说 菲律宾可能还不是那么稳妥 所以我必须要一个 强而有力的伙伴 那么既然说是靠澳洲的话 那澳洲力量就要向北去投射 简单说就是这种同盟都希望说 你要把附近巩固好之后 然后再向北投射 大家投射到什么地方 甚至他们我就讲说 有没有秘密条款 就是他们是你讲好说 我们现化到哪里 就是我美国或英国 对你澳洲将来发生战争的时候 我对你兵力投射到哪里 我的期望大概到哪里 这一次不一定讲得那么清楚 但是这个轮廓会慢慢出来 他们不一定公开讲 但他们慢慢会有这个想法出来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的分工应该是这样的 梅人安保比较照顾北方 然后这个三国同盟比较照顾南方 所以北方南方就是大概会在南海重叠 也就是梅人安保涵盖一部分的南海 然后澳英美也涵盖一部分南海 双方大概重叠的区域 在南海的北方到中间这一带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第一 他跟这个梅人安保之间就分清楚了 第二跟刚才讲的那些同盟 美菲 美泰 那就是因为美菲 如果菲律宾出了任何问题的话 菲律宾大概自己很难解决 美军还是要投入 对不对 美泰也像 泰国出了问题 泰国大概自己很难解决 大概美国也必须投入 所以美国很难期望说 菲律宾或泰国再把他们国力投射 到外面去帮助解决问题 所以美国还热进来 那简单说就是 这个澳英美这东西 它是强化了跟补足了 原来这些不够的地方 所以这个也呼应了 刚才商律师讲的部分 好 那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就是 刚刚讲说帮澳洲有几个块 什么网路 什么AI什么等等 其中一个叫做核能潜艇 我一直解释 我说核能潜艇不是核子武器 一个潜艇能够发射核子飞弹的 不管它是不是核动力 它都是核子武器 一个潜艇不管它是什么动力的 它不能发射核子武器 它就不是核子武器 所以核子武器与否跟动力无关 跟它发射的这个武器有关 所以核能潜艇不是核子武器 也不是核子的这什么工具 它只是一个载具 就是一个船上面有一个核能电厂 对 但它有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潜得比较深 可以潜得比较久 可以潜得比较远 然后比较安静 然后它可以具备什么 打发射战斧飞弹的能力 所以它变得威胁很大 然后又很安静 所以这么一来就是说 核潜艇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我们你刚才也提到说 原来是讲说要帮助澳洲建八艘 那么现在大家初估说的八艘建成 能够投入作战是什么时候呢 最快是2035年 那最慢我就看到是2040年 现在是2021年 所以我们讲是14年到19年以后的事情 那万一中间发生事情怎么办 我发现就是万一这个中间 真的大家觉得事态这么急了 然后等不到14年了怎么办 所以第一个呢 我们先看到澳洲说出来要跟美国租潜艇 这就被我猜中了 好 那美国前海军部长出来说 我们没有多余的潜艇租给澳洲 我们不可能租 你放心 美国真的要找 一定找得到 你不用担心 一定找得到 它不一定从自己国内拿 它说别国内能拿也可以 其实日本有那么多很好的特异潜艇 简单说 你说美国要找一定找得到 所以你不用担心 就一定可以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也就是说 第一潜艇还来不及照好 第二租潜艇一下还没有下落 那是什么办 美国直接出境澳洲 那让中共更头痛 现在结果就是这样吧 美国一定直接出境澳洲 这个澳洲呢 各位看一下那地图 它的重要的城市都在东南角 对不对 因为地方比较复苏都在东南角 那事实上离南海最近是它的北方 那怎么办呢 达尔文港 达尔文港 所以第一就是美国直接驻军澳洲 请各位注意 美国现在已经有军队驻到澳洲了 美国几年前已经摆了 2500名海军陆战队在澳洲 就在达尔文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刚刚讲说来不及的话 美国直接驻军驻澳洲 坐在哪里呢 直接把潜水艇或水面作战舰艇 摆在达尔文港 这是第一种办法 第二种办法要比较更长久呢 美国重建第一舰队 美国在二战的时候有过第一舰队的 那现在猜测了 现在我说因为事态紧急了 我恢复第一舰队 我再把刚刚的舰队图 还再讲一遍 川普卸任的时候就是讲 要在这个地方重建 对嘛 所以第一呢 美国现在第七舰队摆在横须鹤港 从各位看是这样 摆在横须鹤港 美国的第五舰队 第七舰队在这里 横须鹤港 然后第五舰队在巴林 如果这边是南海 我需要摆一个舰队的话 第一舰队可以摆在达尔文港 这样这三个就连起来了 它就是一个三角 所以再回到你刚刚的问题 那为什么不可以摆高雄 当然可以摆高雄 问题是你想要搞到多刺激 你想要搞到多劲爆 所以我刚刚讲说 建立第一舰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就像你刚刚说的 其实前任已经谈过的可能性 现在就说是不是知道付诸实行 我在补充上律师刚刚讲的一件事情 对这个东西是在拜登手上做成的 有一个消息如果是真的话 那就非常有趣了 他们说他们谈了18个月 拜登上台几个月 8个月那前10个月谁干的 川普干的 川普跟蓬佩奥那时候已经开始谈了 拜登上台之后 回头去review这件事情 觉得说其实这机会还不错 那我们来执行 所以这8个月就谈出来了 好那现在就是说来说去 还是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建三国同盟 建这二英美三国同盟 简单说美国真正担心中共动向 然后再把重点拉回来 所以真正的目标呢 这二英美三国同盟真正目标 表面上看起来是南海 其实可能不止 问题的核心可能真正在台湾 是你刚刚说法国不高兴 对同盟会不会分裂 有可能分裂 但是有两个因素可以补 三个因素可以补偿 第一个就刚刚桑律师讲的 美国想办法出钱出利益 或者怎么样去安抚他 把它解决了 第二是大家不要忘记 法国现在这么生气 有个内政的考虑 马克宏即将大选 他在大选前做出一些姿态 然后有利选举 选完之后我们再慢慢商量 他现在做出强烈姿态的时候 他就变成民族英雄 他就可以拿到选票 第三个因素我们要感谢中共 中共将来一定会乱搞 一定会出疲漏 然后就逼得法国不得不回来 所以我对法国回来 我有种这种 应该这样讲 简单的乐观 好 那中共反应会非常激烈 那么也就是说 中共将来可能会在地方 加强军事演习 再加强南海的老郊 然后制裁澳洲和英国 最后会施压台湾 所以我们对这个部分 要有所准备 那老师觉得说 台湾要怎么样回应利用 这样的一个时局 第一个就是台湾 先讲我们必须这样看见 这个三国同盟 对台湾是重大利多 我们要善加利用 不要轻轻放过 不要以为是跟我们没有关系 跟我们大有关系 我们就是要风暴的中心 所以我们要配合地加强建军 然后第三呢 内部要强化共识 最后一点我过去讲 我再说一次 在这个难得的时间点上 要跟美国多提要求 该要什么就要什么 绝不要客气 是老师 照您刚刚讲的话 就是因为之前讲跨的是 大家这个聚焦是跨的 然后后来又到这个 就是AUKUS 那跟美日同盟的关系 就有点像是 整个印太区域里面 然后一个从北边的拳 一个从南边的拳 涵盖 那他们小时候有点像 跨的有点像是一个防御网 然后防御跟这个对抗 对抗中共的网络 然后两个的话 是随时有需要 说是可以出拳 这两个拳头 它真正关系的地方 就是台湾 就是这样子 是 所以这很形象了 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呢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呢 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有趣的节目